接着我要来示范的是豆豉的概念 豆豉的指令怎么下 很多同学在学习程式设计的时候 第一个障碍并不是程式语言 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样下命令 虽然现在已经是四川的时代 但是传统的命令列还是程式设计师所必须要 有时候你用某一些很强大的开发工具 它可以不需要用命令列 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还是会需要用到命令列的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得不学的 而且非常重要 在Windows里面你会用豆豉的命令提示资源 在Linux里面你会用Share像Bash 这种东西 在Mac里面它也有一套自己的Share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要使用的是这个命令提示资源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这个到底是从哪里拉出来的 我的怎么没有 那在Windows 8里面它比较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 必须要 就是在这一个 如果你现在在桌面 那我们按四川键 会跑到这里来 往下拉 那你会看到一大堆东西 那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命令提示资源 有可能不止一个像我冠位 JoseDuty 所以又有一个不同的命令提示资源 Nodejs command prompt 这其实也是个命令提示资源 只是它的系统环境已经帮你设好 Nodejs的环境 那在这里你看 Star command prompt 然后呢 再往后面 命令提示资源 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个命令的环境 那如果你希望说 把这个放到你的桌面 你可以先在这边开启档案位置 然后呢 选择这个 传送到桌面 建立捷径 那这样子 下次你就不用再去那边杀 那现在我再加了一个捷径 OK 那这里 我现在其实有两个捷径 OK 那我现在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是这一个反径 那你会发现它一开始是在C槽的users 那我没有见额外的帐号 所以进来是user 那事实上我的电脑里面有好几个槽 那怎么知道我电脑里面有好几个槽呢 我们先从本机这边看一下 当你一进本机这里 其实这是一个档案总管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档案总管 显示的本机里面有C槽 还有D槽 那我们现在是在C槽的user C槽的user 我们往下拉 它有一个使用者 这被翻译成中文的 其实它就是user 然后user底下的users 底下的users OK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切换 比如说我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新增一个资料夹 就是说叫test 那我如果想要切换到这里 我该怎么切换呢 我们可以先在这边按下d2点 代表说我要切换到d槽 那这个大小写是没有关系的 在dos里面是没有关系的 在lanus里面或unus里面就有关系 那d槽 我们按d2点就会切到d槽 接下来我怎么切到test这个资料夹呢 我可以先cdtest 这样子就会切到test这个资料夹 其实我可以在里面再继续新增资料夹 不过我先这样做 我们先在这边做dir的动作 它会列出这个资料夹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问题是资料夹现在没有东西 所以它目前里面只有两个 为什么还有两个呢 其中的一个点这个符号 代表是自己的这个资料夹 两个点这个符号代表是 誤清资料夹就是上一层 那所以我如果今天按cd点的话呢 它其实是没有改变 就是到自己这个资料夹 如果按cd点点的话呢 它就会回到上一层 回到上一层是什么意思 就回到低潮的这个叫根目录底下 根目录底下 根目录底下目前我有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边做dir的话 那你就会看到 哇它有一大堆东西出现 OK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子 回到刚刚的test底下呢 一样做cd test 再dir一次 还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 例如说 你要交作业的时候 homework1 homework1 hwe 那hwe我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再dir一下 你会发现多了一个资料夹 叫hwe 那当然不是只有 可以建资料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新建一些 比如说文字档 就叫做 hello.txt 那这时候我在dir 你就会看到 OK hello.txt hwe 也还在 只是这边的排阅顺序 跟这边不太一样 那我们 可以看到hello.txt 它的大小 这边的大小 是0 0个位置 如果我现在呢 在这里面 打一些东西 说 我打hello你好 你好 我把它存起来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 一次 它的大小 你会发现 它有14个byte 14个位元组 那 因为我们刚刚打了那些字进去 所以这个档案就变大了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 想要开始写程式之前 你必须要会这几个词例 其实相对的简单 你只要会CD DIR 还有切换磁碟器 像切到D槽 就打D2点 切到C槽 就打C2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我们所示范的DOS命令列的操作方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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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